每当我们抬头望向夜空 总会发现有无数颗行星在闪烁 除了少量的行星之外 发光特征非常明显的几乎都是恒星 它们都有着与众不同的体积与质量 但是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中 都觉得太阳是最大的 其实不然 在浩瀚的宇宙中 有很多很多的恒星以及行星 恒星是一种由发光求体的等离子体 通过其自身重力保持在一起的庞大气态天体 恒星依靠内部比较重的微量元素 如氢、氦等发生和聚变反应 使得自己发光、发热 在相互吸引之下 还可以聚集在一起 形成星团 恒星的种类非常多 太阳属于一颗主续星 光谱、温度、亮度体积等 是相对不变的状态 比较稳定 还有时双星 顾名思义就是两颗恒星 几乎在同一个轨道平面 一个有时候会遮住另一个 这两种恒星都是比较稳定的 还有许多变化异常的恒星 被归在了不稳定星当中 变化的形式有许多种 比如说爆发、脉动等等 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变化就是亮度了 因此 如果一颗恒星的亮度是有变化的 我们称它为变星 不稳定星当中有脉动变星 长周期变星 特殊脉动变星 要星 目前发现了许多长周期变星和特殊脉动变星 天文学家给它们起了特殊的名字 如仙王座形变星 沃尔夫拉叶行星等 太阳是我们太阳系中最大的星球 直径大约是139.2万公里 相当于地球的109倍 体积大约是地球的130万倍 走出太阳系 来到浩瀚的宇宙中 浩瀚宇宙让我们无法想象 古人曾以为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 但是很遗憾 就像曾经我们也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后来发现也不是 人类在了解完了太阳系后 我们的视野便投向茫茫宇宙 发现那里大的惊人 一颗颗 硕大无比的星球进入我们的视野 让我们叹为观止 人类已知质量最大的星球是2136A1 它位于银河系的卫星星系 大麦哲伦星系的蜘蛛星云中 距离地球大约16万光年 比太阳还要明亮871万倍 它的质量是太阳的256倍 年龄大约是170万岁 这颗恒星的数据 是由谢菲尔德大学的天文学家测量的 由于其表面上的温度太高 超过了5万摄氏度 所以呈现出蓝色 迄今为止 天文学家观测到的宇宙中 最大的恒星前十名都是 第十 参数4 猎户座的一等星有两颗 一颗是深数7 另一颗就是深数4了 距离太阳系640光年 它的直径是不确定的 大约8.77亿公里 是太阳的630倍 过去15年中 它的直径缩小了15% 走入生命的末期 未来数百万年中 可能变成二型超新星 最终变成一颗白矮星 第九 仙王座星 位于仙王座是一颗红超巨星 直径估计为太阳的1420倍 仙王座的位置在银河北侧 仙王座内的几颗主要亮星 组成了一个扇五边形图案 半径在银河中 除了北极星自身所在的小熊座外 仙王座是离北极星最近的星座 以5.37日的周期 在收缩和膨胀着 亮度也随之反生着变化 第八 天鹅座KY 是一颗位于天鹅座的红特超巨星 亮度是太阳的30万倍以上 天鹅座KY距离太阳系 大约5153光年 半径估计在1420-2850太阳半径之间 第七 射手座KW 位于太阳系1万光年之外 这颗超巨星的半径 是太阳的1460倍 亮度相当于36万个太阳 第六 仙王座RW 又一颗来自仙王座的不规则变星 半径在1260-1610太阳半径之间 距离太阳11500光年 第五 仙王座V354 是一颗位于仙王座的红色特超巨星 距离地球约9000光年 据推测其质量为太阳的35-45倍 这半径为1520倍 太阳半径的红超特巨星 是一颗脉冲变星 光度是太阳的38万倍以上 第四 WOHG64 是在大麦哲伦星系内的一颗红特超巨星 这颗恒星半径是太阳的1540-2575倍 初步计算出质量是太阳的40倍 不过由于对它所掌握的资料比较少 所以一些数据没有那么准确 目前这颗恒星大约损失了十分一或者三分之一的质量 这些质量据说会在2000后发生超新星爆炸 第三 天鹅座NML 这颗恒星称之为红特超巨星 是宇宙中直径第二大的恒星 直径是太阳的1640倍 由于周围遍布着巨大的尘埃壳层 所以它的半径和质量难以准确计算 目前这颗恒星的质量流失率非常严重 差不多每年可流失近20个地球质量 第二 仙王座VVA 这颗红色超超巨星 是仙王座VVA重叠双子星系统 距离地球2400光年 半径1600到1900太阳半径 第一 盾牌座UI 根据目前的研究 盾牌座UI就是当今宇宙中最大的恒星 根据科学家们的介绍 盾牌座UI的直径大约是23.8亿公里 整整是太阳的1709倍 体积的比例是直径比例的三次方 换句话说 盾牌座UI的体内 可以放下整整50亿个太阳 11亿个地球 盾牌座UI的周长大约是74.6亿公里 即使是光围绕着它转一圈 也需要7个小时 如果是一个速度900公里的民航客机 绕着飞一圈需要1000年 假如我们将这颗巨大的恒星 放入到太阳系的中心位置 取代太阳 那么光是它的体积就能够接近土星轨道 而水星 金星 地球与木星将会被它完全吞噬 就仿佛一粒沙子丢到了沙漠中 不过盾牌座UI这么大 其实只是虚胖 别看它的体积是太阳的50亿倍 质量却仅有太阳的32倍 可以想象它的密度是有多小 如果将盾牌座UI取代太阳的话 放在太阳系中心 那么盾牌座UI的边界可以超过如今的木星轨道 并且逼近土星的公转轨道 这样的大小只能用震撼来形容 盾牌座UI是一颗红超巨星 已经是一颗年迈的恒星了 作为一颗红超巨星 盾牌座UI的寿命只有短短的1000万至5000万年 经过了这几千万年后 这颗恒星就会因内核坍缩 演变成超巨星爆发 最后演化成宇宙中最恐怖的天体黑洞 那么盾牌座UI就是宇宙中最大的星球了吗 当然不能这么说 因为目前科学家们观测的恒星 基本上都属于银河系之内的 银河系之外的 由于距离遥远 很难预估那些恒星的质量和体积 所以关于体积和质量更大的恒星记录 也会被不断地打破 不考虑引力环境 自然等因素 如果人类生活在这样巨大的星球上面 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我们穷极一生 也无法到达星球的另一面 所以说在宇宙中 还有更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巨大天体 或许还要比盾牌座UI大 因为我们现有的技术 只有一小部分宇宙能观测到 在每天观测到的宇宙 肯定会存在这样的星球 ếp. 年的宇宙